大家好 今天打算用另外一種方式 跟各位聊一聊 醜物跟虐待動物 基本上就是動物的這個話題 這幾天如果有在看Discovery 或國家地理頻道的朋友 應該都有看到一個廣告 就是一個明星 他說你知道嗎 大象可以聽到五百公里外的打雷聲 然後你知道嗎 小海報在等著媽媽 小海報聲聲的呼喚 希望能夠回到媽媽的懷抱 但是那個鏡頭 說實在話 我覺得沒辦法喚醒任何人的一點警惕心 怎麼說呢 以小海報來講好了 我曾經看過紀錄片 獵人為了獵取小海報身上純白的皮毛 他們可能先開槍把大海報趕走 或者說直接就把大海報殺掉 然後再走過去 當小海報淚眼汪汪的抬頭看著獵人的時候 然後獵人一扶頭從頭披下去 因為他要他身上的白色皮毛 他不要頭上的那一凸 那試問 如果以我剛剛講的這個景象 沒有錯這個可能很血型 但是我覺得只有這樣子 才能喚醒人類的警惕心 要不然你一直 就像現在很多人 一直說我們要正能量 我們要看待這個世界的光明面 問題是 當黑暗面已經籠罩著絕大部分的時間時 你只去看那個光明面有用嗎 就跟那句成語 一顆老鼠死壞了一鍋粥 我常常用這個舉例 然後 當一顆老鼠死掉到一鍋粥裡面的時候 或許還有人會選擇吃這鍋粥 因為絕大多數的白米飯 可能還沒有受到污染 那換句話來說 一顆白米飯 救得了一鍋老鼠死嗎 有人願意吃 只有一顆白米飯的老鼠飯嗎 我想應該沒有吧 所以 我覺得現在 這個社會真的很奇妙 就像 政客 搞政治的 講的 就像我前兩天也有談到 黑社會黑道都已經進到了警察局 砸電腦幹嘛有沒有的 結果 第一時間 政治人物或者說當事人 你們有公權力的 你們第一時間你們是選擇說謊 很奇妙吧 為什麼第一時間要選擇說謊 然後換到前兩天的大停電 我記得當天晚上我看新聞的時候 我是聽到新聞在解說說是 路竹那邊有個變電箱 好像是短路還是爆炸吧 我不是很清楚 他就說引起星達電廠跳機 然後導致大停電 好 結果好像隔天還是再更晚 整個爆出來又變成說是 星達電廠裡面有員工 關錯開關 還是開錯開關 我不是很清楚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為什麼 你們不查清楚的再來講呢 可能當事人會說 我又沒說謊 我只是他們跟我講的不一樣 那 誰跟你講的 你就把它 開除掉啊 對了 講到這個 我又想到 我又想到一件事情 台灣 公務人員或者說政客 都有一個很奇妙的心態 比如說 我記得好像當某某 職務的人 出了一個很大的trouble 搞了一個很大的麻煩 結果是 調其他單位 然後繼續沿用 我現在突然想不起來 有好幾個例子 基本上他們會出那種事情 就已經擺明了 他不適任 他不適合擔當這種職位 嗯 然後結果你卻把它調到其他的單位 好像都就讓他避風頭幹嘛 然後他問題是 我記得好像是警察吃案還是什麼東西 我忘記了 反正就很奇妙 明明這個人已經不適任了 你就把它開除掉就好 叫他回家去吃自己 講個最簡單的例子 郵差收到信 他如果把信全部都丟掉 那他還適合當郵差嗎 當然就不適合啊 那你再把它調到別的單位有用嗎 然後打警察來講 人家來報警 你把案吃掉 人家來報了 不管多大的案件 你就想辦法把它吃掉 當作沒事情 那這種警察 他也是不適任的 那你幹嘛要把他調到其他單位 繼續當他的警察 讓他繼續吃案嗎 就很奇妙 沒有錯 人都會犯錯 但是當你犯了錯 你自己不檢討 長官又一昧的庇護 那這個台灣怎麼會好呢 就很奇妙 我們再講回來 動物這邊好了 像我現在是用錄音的方式 跟各位聊 但是我可能會 影片上我會放我自己臉書 我其實不是在趁熱度 基本上我只是希望 用臉書上面的日期 去證明說 我不是在趁熱度 而是我很久以前 我這種事情 我已經很久以前 我就有在 我很注意這種事情 像犀牛角 像大象 大象象牙 然後像老虎 老虎 我記得好幾 快十幾年前 我在我的臉書 我就談過這種東西 人類的貪婪 人類的自私 講的最快就是 人類的無腦 總是認為說 像現在好了 全球暖化 真的為什麼會有人認為說 可以 獨善其身呢 你們真的以為 地球如果真的毀滅了 人類還能存活嗎 地球真的毀滅了 什麼屁都沒有 什麼神明都沒有 宗教這個也是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我也希望有神存在 有神存在的話 至少會有最後一道 公平正義的防線在 問題是 沒有看過 我只能說沒有看過 然後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錄音的方式 我講話 然後我會做一些 PO幾張 比較明確我在講什麼東西的 應該也不能說明確啦 就是我希望能夠證明說 我不是在趁 保護動物的這個熱度 然後 至少我希望有人出來 跟各位講真話 這個世界真的沒有你們想像的 這麼美好 以前可能有 但是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這樣子 出事情呢 選擇撒謊 選擇大師話小 這就不對啦 難道真的是 我們大家來言而道理 地球沒有軟化 然後 森林大火都是燒小小的 什麼事情都沒有 一定要這樣子嗎 一定要有某些事情 讓全體人民 全人類產生一個警惕心 好好的去反省自己 我們不是神啊 我們真的都 我們真的只是個人而已 了解嗎 就像現在一直在推電動車 我記得 我記得 前一陣子 好像是豐田的老闆 他曾經講過一段話 也是前一陣子講的 然後我是經由看內地的車評 主播他們提到 我才去追這件事情 豐田的老闆 豐田他們自己也玩電動車玩很大 豐田的老闆自己說 當如果 全世界真的都 開始 就是燃油車沒有以後 全部都是電動車 都起來的話 你們知道 這個地球需要多發多少電 需要多蓋幾座核電廠 多蓋幾十座燃煤廠 燃氣廠 幾百座的太陽能廠 諸如此類的 它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如果一昧的去推廣電動車的話 而不趕快找到更乾淨的替代能源 一直燒煤 像台灣一直在反核 我不知道在反什麼東西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查看 在國外已經很多科學家 他們都已經講了 在還沒有找到更乾淨更安全的替代能源之前 核能可能是拯救地球的最後一個方式 懂我講的意思嗎 核能可能是最後能夠拯救地球的方式 因為你一直燒煤炭 你一直在加速地球暖化 沒有說燒煤炭人類不會怎麼樣 就大不了用費發電嘛 然後大家會怕核能 都說核費要難處理 核能電廠爆的很恐怖 問題是你是要一座核電廠爆掉 還是整個地球毀滅掉 哪一個傷害性比較大 其實光舉這個例子 大致就能聽得出來 人類有多自私 核能電廠一爆 死的一定是人啊 那我反個方向講好了 如果核能電廠爆 會死多少動物呢 誰願意發生這種事情 你看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冷氣一直在吹 室外機一直在排熱器 電一直在用 那你們又要安逸的生活 要吹冷氣舒舒服服的過日子 然後又不要核能 一直在發電 一直在燒煤炭 這樣子下去 只是加速地球的滅亡 我們講動物講到這邊 然後 還是再回到動物這邊 我盡量不要岔題 我盡量就是講動物這邊的事情好了 我覺得 講動物只是一個環節啦 講到最後一定會講到整個地球 然後要拯救地球 真的就只有改變人性 你只有改變人性才有可能改變一切 當所有人 當所有人 政治家 宗教家 所有所有的人都擔心去得罪 人民 因為他們必須靠 愚笨的人民 愚蠢的人民 投票給他們 讓他們站上去掌權 他們得到權力以後 他就不管你們了 反正我先四年撈飽了再說 好 然後當有任何狀況的時候 人民就一昧的就責怪政府 就罵政府 但是有沒有想過 這麼爛的政治人物 是誰選上去的 不是你們這些豬 投票給他 他才上去的嗎 那為什麼你們當初會上黨 就是因為他們只會捧你們 捧所有有投票權的人 開空投支票 開很漂亮的空投支票 畫很大很好吃的餅給你們看 然後勒 搞到到處都是蚊子館 蚊子建築 一大堆 然後人民站在罵政府 真的啦 前陣子太魯閣 犯冊事件 有一個心詞出現 今天公寄 明天旺季 真的我希望 有人能夠出來講真話 講實話 然後聽到的人 你也不要惱羞成怒 因為你們都是一份子 我可能也是一份子 問題是 我們每個人如果不學習自省 自我反省 不學習去聽實話 當你在路上慢慢開車 按一個喇叭 就像你做錯事情 人家用語言提醒你一樣 結果得到的是 回頭砍他一刀 回頭開他幾槍 這個都發生過的事情 就因為按個喇叭 閃個燈提醒你一下 就被人家開槍 就被人家砍 現在這個社會是怎麼了 只有你是人 別人都不是嗎 還是別人都只是人 而你是神 別人不能去糾正你 為什麼有講到這邊來 好啦 先這樣 謝謝各位 拜拜